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娱乐性建筑的机会 而且它在美国特别流行 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好像没有吧 欧洲也有 但是它相对有节制 而且它的奇葩的程度还是有些节制相对来说 于是就有了第二个问题 所谓建筑师混淆自己的身份要做雕塑家 认为自己内心深处 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艺术家 但是实际上我想了一下 所谓象形建筑还是有一个区别 比如说 比如说 科布西埃的朗乡教堂 系列各剧院 我发现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有一部分建筑师 他们的建筑可能也算是某种程度的象形建筑 但是他们所向的那个形 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被几何化的形 我为什么讲这个 是因为这是个标准 你区别于把一个房子变成老鼠 把一个房子变成大象 把一个房子变成一个人 对啊 那个最出名的是 或者把一个食物 那个天子酒店 拿过去 对 像我们广东的大金钱 是吧 那个广州园 广州园 是吧 我们现在叫广州园 是吧 就是说 我发现这个区别也很重要 这个区别很重要 就在于也许那些职业建筑师 他们真的觉得自己是艺术家的时候 他们真的想获取一种类似于雕塑家的独立性的时候 他们真的会在建筑设计上花功夫 他们会把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放进去 但是可能止于某种可抽象的几何形的领域 我很来想象 因为可能是建筑还是要有一定的实用性 有一定的实用性 对 它还要功能展现什么 对 这个同时的话 它可能就必须要往极简主义上走 就不能够太繁琐 如果太繁琐的话 其实就回到了以前的那种装饰主义上面去了 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区别 当然这个区别 有些案例也偏复杂 还有就是象形还有一个区别 就像什么形 刚刚说的一个可抽象化的几何形 对不对 另外一个 把工业产品变成一个象形对象也可以理解 那么第二个区别就是 第二个区别就是 你如果把房子盖成一个人或者盖成一个动物 那个象形就不是应该我意思 但国内有把那个也是工业产品 它就做成了一个茶壶 把一个茶壶变成了一个建筑 对 这里边的问题是这样 也许我们可以把茶壶定 像这个还有提琴状的 对 可以 我们也许可以把茶壶提琴 琵琶 古增都定义为 还有这个 道花香酒 都定义为农业时代的产品 农业时代的产品 对 不是工业时代的产品 这就是把酒瓶子盖成房子 那我怎么评论呢 也许这是后现代主义 也许这是后现代主义 但是还是要看具体的方位 但是我是有点感慨 尤其在中国 90年代人们都要把城市现代化 形容为拉斯维加斯话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概念 我记得在05年在广州 大家如果是广州的话 会不会是国内的 以前不是很时髦去美国考察吗 他去考察就是去拉斯维加斯 这说明中国的老板们 或者有权利或者有资本的人 他们对于现代化的描述 和真正建筑专业的对现代化的那种理解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一直强烈的认为 中国的很多拥有这样的权利的人 他们根本分不清楚公共建筑 纪念性建筑 国家象征的建筑 以及商业建筑和楼盘的建筑 所以我曾经有一年去美国考察大学做完讲座 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大学的皮肤 就是我在北美看了很多大学 美国看了很多大学 我觉得的的确确存在着一种叫做大学建筑 就像我说的那个看塔斯大学一样 它其实新盖的防御 它要维持原来的那个风格的那个脉络 这个脉络涉及到很具体的 比如说出面砖 是吧 比如说木头做的这个窗林 反正不能出现巨大的玻璃幕墙 但是我们在中国的很多高校 整天看到巨大的玻璃幕墙 一直远远一看 我都搞不清楚它是大学呢 还是百货公司 还有那个粉红色的磁砖 对粉红色的磁砖 他们没有这个概念 就没有这个大学建筑究竟如何 校长们没有这个概念 那么我只能说 美国的校长们可能拥有 比如说你去参观一下斯坦福大学 那是一个很著名的建筑 你去看一看伯克利大学 你再去看看我说的斯坦福 那个那个看伞生大学 都非常经常 你再去看那个东部 你去看那个费城大学 看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即使我们加拿大 就像UBC 都是还是维持了某种风格上去 但是它的强烈度 还是步入蒙特利 比如说你就 就McGill University 是不是 McGill University 我觉得还是很 还是维持了某种欧洲传统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 比如说 我们如何规划公共空间 那么再说下去 就说到社会学的问题 就是 什么叫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就是人 人们共享的空间 为什么权力拥有者 或者资本拥有者 那么热衷于公共空间的建筑呢 那么热衷于把公共空间 变成自己权力的相对呢 是因为 这个公共空间 就意味着大家都在共享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自觉 或者不自觉的被建筑强加了 或者被某种公共的雕塑 或者某种公共的东西强加了 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就是 如何使公共空间更具有共享性 真的让它变成人灵的空间 变成人灵 或者普通人交往的空间 那么 如果我们才会意识到 在一个公共空间中 一个可怕的巨大的建筑的那种强加性 是非常严重的 只不过 绝大多数人看习惯了也就算了 习惯就算了 习惯了算了 那就其实还是存在的 所以某种意义上 公共空间是权力和资本的拥有者 强行定义社会的重要场合 所以我们才知道 或者说 我们才明白一个简单道理 建筑 建筑 公共空间的建筑 就是最重要的权力的项目固 那么 建筑师 越是接到 重要性的这种地方 他越要听命于 投资者 那投资者一定很有主意 所以碰到一个很大的大老板 他就很有主意的把它变成年 然后 被他拼了建筑师 还要歌颂他 因为不歌颂算 就没活干了 所以有一年 我记得在 深圳参加一个研讨会 深港双年展 那次著名的建筑师 库华师也参加了 库华师展一个他的项目 他在欧洲做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的核心是一个社会学的核心 就是城市批判 我们如何通过这个 这样的一个建筑 和建筑所呈现的内容 来展示一种 回归某种自然观念的需求 当然我们知道 库华师在中国最主要的建筑 就是中央电子台 当时我问了一个问题 我的问题比较特务 我说库华师先生 你这话我心里很感动 这个时候你提起来 一种社会批判的一种情话 不过我还是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一个建筑师面对一个核的时候 你首先是建筑家 还是一个接核的人 不就接个核吗 既然就接个核 你能不同行吗 所以你的本事就在于 如何使你接了这个核 通过你的解释 变得既符合投资者的需求 又似乎能够引发某种社会的良好反应 可惜这个做法他们不太容易 所以我们才把国家大剧院 叫做国家下的蛋 才把中央电子台叫做大股肠 人民群中有无限的创造力 但是这个创造力也没办法 所以最后我还讲 比如说我们的广州台 广州人把它习惯叫小蛮腰 但是大家知道 小蛮腰是个北方用的 对 广州人怎么会叫小蛮腰呢 小蛮腰完全全不是广州人的习惯 是吧 广州有个叫老门塔 不是 这个事情是这个 当然现在的命名叫广州塔 对 功劳来自于中山大学的一个四堂团 为这个命名做出最后的认证 其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就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 同样教授 对吧 他非常认真的认证 您也有在里面吧 我没在里面 我都知道这个事 但我没在里面 但是我知道这个认证的过程 和他认证的方式 我很知道这个认证 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 毕竟命名为广州塔 曾经走群众路线 这个命名 通过网上 征集 征集 惊讶的发现 我觉得很正确 人民群众的智慧很高的 第一个 你知道什么名字吗 投票率最高的叫杨巅峰 第二个就是你说的 柳文才 那没错都是这样 是杨巅峰 杨城啊 杨城的巅峰 所以佛弘教授在认证当中 也说明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 这种公共建筑的命名和风格 是不能走盲目的群众路线 所以用了一个中性的命名 对 他是证明说 广州塔为什么这个命名最好 结果我们现在都喜欢叫小漫妖 好奇怪